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新闻焦点 就是攸关民众权益的二代健保法草案 在上个礼拜在立法院还是无法闯关通过 而面对各界的争议 今天总统马英九做出了明确的表示了 他说健保改革的重点在于公平品质还有效率 只要符合这个原则内涵要如何调整 都还有讨论的空间 我想二代健保改革的一个重点 就是公平然后品质跟效率 所以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他在他的内涵上面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 我觉得都应该有讨论的空间 因为就是说看你要花多大的精神 多短的时间来达到那一个目标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商量的 因为有些二代健保里面有的项目 那看哪一些能够做得到的做 如果做不到的 等他条件够的再做也可以嘛 愿意重新的检讨如何兼顾公平性 还有健保的财务的稳定性 而卫生署长杨志良呢 明天也会跟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在进行沟通 提出新的版本 至于呢是否希望就在这个会期通过修法呢 马总统表示还是要看立法院的协商速度 当然是希望能够越快越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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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